今天的選舉是關於我們的主權存不存在的問題 因為我們知道主權的基本定義 就是說我們是獨立的 任何人反對台灣是獨立的 他就是反對台灣的主權 所以國民黨的黨員一中一中 他是要消滅台灣主權的 所以這一次的選舉 我們一定要不能投給國民黨 好不好 就是因為他是要剝奪我們台灣主權的 因為他反對獨立 可是如果不獨立 我們是不能有主權的 這是基本的定義問題 好不好 董事長 給你請教一下 今天要等這個鄭育鵬委員 是不是也希望能支持他一下 對 那你覺得育鵬委員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就您的觀察 現在這次選舉 其實不是說在比較候選 誰好一點 誰差一點 不是這種微小細的事情 今天的選舉是關於我們的主權存不存在的問題 對不對 因為我們知道主權的基本定義 就是說我們是獨立的 任何人反對台灣是獨立的 他就是反對台灣的主權 所以國民黨的黨員一中一中 他是要消滅台灣主權的 所以這一次的選舉 我們一定要不能投給國民黨 好不好 就是因為他是要剝奪我們台灣主權的 因為他反對獨立 可是如果不獨立 我們是不能有主權的 這是基本的定義問題 好不好 那董事長你有沒有什麼加油鼓勵的話 想要幫我們委員再當選 他加油加滿了 不是在加滿了 會滿出來 你要幫他鼓勵一下 一定當選吧 謝謝 謝謝董事長鼓勵 我們會把已經加滿的油 然後換成選票 然後來保護桃園 然後來守護台灣 董事長問一下 因為您日前在臉書上有點名 這個蔣萬跟高鴻安 認為說他們可能一次是假貨 因為蔣萬一直講嘴巴 講所謂的矽骨經驗 但是好像都沒有提出 實際的這個作為以及想法 我只講這樣 因為蔣萬安從頭到尾就是罵陳時中 可是我們做過事的人就知道 會做事的人不會罵人 為什麼呢 會做事的人知道做事很難 罵人的人就不會做事 因為他認為這個事情很容易 所以他就會罵人 他以為做事情很容易 所以蔣萬安從他意義不停的罵陳時中 表示他是不會做事的人 好不好 這是很重要的區別 那你怎麼樣看高鴻 從助理費爭議 一直到他之前還刻意露他傷口那些的 你會覺得說這個是不是有點刻意 在炒作新聞 這個新竹選民自有功斷 那您能接受高鴻官這樣的動作嗎 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這個 我們現在台灣 很多人喜歡炫耀的學歷 或者說博士或什麼 可是很多人書讀了很多 可是他沒有邏輯 邏輯是什麼意思 就是知道正確的因果關係 這叫邏輯 比方說蔣萬安說人家說你弄人抄襲 他就講我沒有抄襲就好 你說我學歷很好 學歷好不好跟抄襲不抄襲 沒有因果關係 也就是說我家裡很有錢 我可能還會去偷錢 是不是 所以從高鴻官這個辯解代表說 雖然他也許念很多書 他邏輯是不及格的 所以可是我們做事情要做得對 邏輯非常重要 因為你因果關係搞不清楚 你怎麼去解決問題呢 所以這樣子 維穎你怎麼看你 因為你之前中國經商 因為現在好像蔣萬安 也可以把你抹紅 說這個中國棚不只你一個 還有顧利手 我想蔣萬安先生他為了選舉 到了我覺得他也揚棄了他的法律背景 那很顯然是邏輯不同的 我們尊重每一個人的生命經驗 但是從我十幾年前的經商經驗裡面 那我也知道說台灣在很多國際組織上 包含在專利組織上 我們都是受委屈的 我們從那樣的一個背景當中 知道台灣要如何保護自己 那國民黨看到的是我們只能委屈求全 這個是走向完全不同的一個方向 不老實的問題 你講你做中資做也沒問題啊 可是問題是說 為什麼你當時矽骨經驗的時候 你騙老百姓 你說我要幫新創公司去發展 你做的業務跟新創公司毫無關聯 這個是不誠實的問題 是個誠心的問題 你愛做什麼替中共去募資你的事情 只要違法 只要不違法 OK 可是問題是你為什麼要隱瞞 你怕什麼 他說為什麼美國人不怕你 綠怕什麼 綠都不怕 是問是他怕什麼 他怕什麼 這要問嘛 他為什麼不講呢 為什麼人家講出來之後他才講 他怕什麼 講完怕什麼 這我們要問 今天早上林佳龍這個市長 然後剛才蔡英文總統都來到桃園 其實我們這不是浮選的行程 而是為了我們的過去 我們在鄭文燦市長執政八年 蔡總統在中央主政 還有林佳龍在交通部長任內 我們對桃園有很多的建設 包含說客家的建設 包含說我們的龍潭高原交流道 然後魯族的魯興南路交流道 都是我們過去合作的成績 所以我們是用過去的成績來爭取認同 也很感謝過去八年以來 中央對桃園的支持 那今天也特別感謝曹新城董事長 第三度的來到桃園 像我們在地的朋友跟很多的企業組 來跟他們宣揚 曹新城董事長 那這段時間對於台灣經濟發展 以及如何保留了台灣的經濟實力 保住台灣的國家尊嚴 跟未來發展的這樣一個經驗 那我相信曹董事長的經驗 是非常寶貴的 那我也要跟大家報告 最近一段時間 大家都關注到 台積電來桃園的投資 那我們講的不只是護國神山台積電 其實講的是護國群山 那也包含曹新城董事長所創辦的聯電 都是護國群山之一 那我再擴大這個概念 其實護國群山的概念 不只是台灣的這些晶圓相關的產業而已 也包含了各行各業跟我們自己的意識 所以曹新城董事長 從他自己的經驗跟他的觀察出發 那也包含了他所要創建的這個黑熊學院 那讓台灣我們所有的國人 都有保持台灣的獨立自主 然後我們的經濟方式跟生活方式的 這樣一個觀念 可以到我們每一個國民的心中 這個大家都是護國群山 我相信這才是我們的共同目標 所以我們當自己的護國群山 年底的選舉也用自己的選票 然後維護住我們的各地方的發展 跟我們的國家的主權尊嚴 那這樣也是保護現在台灣 在全世界需要台灣生產製造 需要台灣的守護我們的民主堡壘 我們的共同生活方式 那也是保護我們的經濟成長 所以很感謝曹新城董事長來到桃園 桃園是台灣的製造業中心 所以董事長來到第三次 來跟我們在地的好朋友跟企業主 第五次 喔 第五次 第五次來到這個桃園 來告訴我們這些市民朋友 跟企業的這些夥伴 這樣的概念 我相信這個就是一個護國群山 來到桃園保護台灣的這樣的一個 具體做法 你看這個 鄭先生他絕不會說 留五分鐘不發表證件的 哈哈哈 他會講 這是個理念 謝謝大家 好